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47集,突来的惊喜 一顿饭吃完,路易带着夏夏和念念回家了 一进家门,路易就直接去了书房 等到念念睡着之后 夏夏才去书房找他 这么迟了,还在找什么? 夏夏轻声地问道 路易坐在书桌前,听见夏夏的声音 抬起头,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就随便看看 没什么? 夏夏走上前,才发现 他手里拿着一本一念一下画廊的宣传册 他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这是很多年前的了 这是画廊的第一本宣传册 我特地拿来了一本,不知怎么的 今晚就想拿出来看看 路易自嘲地说道 或许是我还不够洒脱吧 嘴上说着放弃 其实,心底还是很不舍的 不舍才是人之常情 夏夏仔细翻阅着宣传册 宣传册做得很简单 不像现在做的这般精美 确实,这是人性吗? 好了,说好吧 夏夏看出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 尤其是今晚,蓝清玄的那一番话 让她更是难受 什么都别想了,早点休息 路易朝她问了一声 念念睡了吗? 今天玩累了 她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还是孩子最幸福 没有烦恼 一觉睡到天亮 路易感慨地说道 我们做父母的 能一直保护着孩子 没有烦恼该多好 我们做父母的 只能保护孩子 有一个纯真美好的童年 等到他们长大了 接触了这社会的形形色色 或许就很难有最初的快乐了 夏夏走到路易的身后 抱住她的后背 我们努力给念念一个快乐的童年 路易拉住她的手 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忽然很想吻她 按住她的后脑勺 给了她一个深深的吻 放开的时候 她才低声说道 念念说 她有好多玩具 如果能有一个小弟弟小妹妹 陪自己玩那就好了 夏夏扑斥一笑 敲了敲她的脑袋 我看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不信 真是念念说的 不信你明天等她醒来 自己去问问 路易面对夏夏的不信任 十分不愿 极力解释她 绝对没有刻意引导念念说出 这样的话 我知道你还想要一个孩子 夏夏很是平静地说道 她这个想法就差贴在脸上了 她就算在眼忙心忙 也早该看出来了 如果你不想要 以后我就不提了 路易自己想 但是不想勉强夏夏 生孩子没那么容易轻松 我明白 夏夏靠在她的背上 不说话 这个话题不再适合继续下去 路易便对她说道 好了 我先去洗个澡 等路易洗完澡出来 夏夏正坐在客厅 端着茶杯喝热茶 这么迟喝茶 不会失眠吗 路易坐到夏夏身边 拿过她手中的茶杯 喝了一口 刚洗完澡 口里发干 不会 这是淡茶 就是突然很想喝了 她淡淡笑了笑 打趣道 你不是也喝了吗 我这是舍命陪君子 你要是因为喝茶失眠 我也陪你 她很是正经地说道 其实她纯粹就是口渴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你要怎么谢我 我都来者不拒 某人的算盘实在打得响 夏夏忍不住轻轻 踢了她一脚 怎么越来越厚脸皮了 谁让你是我老婆 路易放下手中的茶杯 醋侠道 还喝茶吗 夏夏别开脸 不喝了 路易将她搂进怀里 吻了吻她的额头 好 不喝就不喝 夏夏捧住她的脸颊 刚沐浴完 她身上还带着湿意 淡淡的柠檬薄荷香气 在鼻尖拂过 她的心被这股香气撩到轻轻颤抖 就算他们已经结婚 她还是会为她着迷 甚至还会因为她不经意的辅助 耳朵发红 两人对视的刹那 默契地拥吻在了一起 拥吻的时候 她的目光还是一直在她的身上 一刻也不由的行动 明明两人可以算得上老夫老妻 她却总是迷恋与她的欢愉 身体美好的体验 需要爱情作为基础 她那么爱她 她也那么爱她 一想到这里 整个人都会忍不住沸腾 就会全身心投入 想要取悦她 客厅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照在下下的脸上 更加温润白皙 她的眼睛在灯光下 格外营亮 好似里头有水光 她有一下没一下地 抚摸着她的后脑勺 这个动作让路易变得极为温顺 整个人将她扣在怀里 倚在她的身上 沙发很大 容得下两个人 下下缩在她的怀里 两人彼此相依 很是亲热甜蜜 我刚才在想一件事 下下的睡衣扣子 已经被解开了两颗 白皙的肌肤上 有刚被吸吮出来的红痕 淡淡的 路易伸手摸了摸 又偷偷笑了笑 想什么 路易抽出一点思绪 和下下聊着天 她此刻大部分注意力 都在下下的身上 问完还不忘将她 往自己怀里轻轻按了按 下下被她挤得差点喘不过气 只好抱住她的腰 这样两人之间的空隙 也能稍稍松弛一些 你说念念想要一个弟弟妹妹 对 我没有瞎编 路易青笑道 她只是很羡慕 一家四口 每次出门 看到两夫妻带着两个小朋友 总是很羡慕 你说家里 多一个孩子 多一份热闹 多好 她一连强调了三个多字 是很热闹 下下由衷道 只是 她总是会犹豫 其实好几次 她都有想过 要不试试吧 真的怀上了 那就生下来 要不试试 路易凑上前 吻了吻她的嘴角 试试又没损失什么 哼 你这人 她无奈到 想推开她 已经来不及了 睡衣已经被退到了腰间 整个人都没有保留地 藏在她的眼前 她呼得面颊发红 这样的的灯光 这样的地点 这样的眼神 让她多了几分羞涩与不自在 这是客厅 她也算一个保守的少妇 怎么能撑住她这样 叱叱的挑逗 客厅怎么了 路易反问 又不是没拉窗帘 这话倒是让下下无言以对 她张张嘴 沙发不舒服 说完又不太自在地笑出了声 几乎不敢去看路易的表情 路易揉了揉她的耳垂 宠溺道 你这样还真可爱 都孩子妈妈了 还是这么可爱撩人心弦 她将下下抱到自己的身上 这样就舒服些了 她扶着她的腰 滑腻的肌肤触感 又软又绵